如果一个人本来好好的,突然打球是走了,但是一点痛苦都没有,这样子的人死后一般是在哪里呢? 首先要看他几岁。 如果年纪轻呢? 年纪轻的话就两种,一种是被带走的,还有一种是受现实报,虽然很快走掉,也要看他走的死法不一样。 如果他被压死了,那这个人要下去的。 听得懂吗? 比如说出车或什么的,都是下去的。 对啊,心脏出问题了,难过难过,一个小时当中走掉了,那有可能上天了。 脑溢血什么的不是很快吗? 这个已经是不行了,脑溢血的话,突然之间浑过去,它是被人家魂魄拉掉了,很不好的。 不是件好事情,年纪太轻,走掉的话,总不是件好事情,因为天上很干净的,每一个孩子让你们到人间来,基本上都让你们活到六十岁。 男人现在末法时期是五十岁,女人是可以到七十八十九十啊。 所以女人的瘦越来越长,男人的瘦越来越短,那你去看做坏事的男人多还是女人多,学佛的是女人多还是男人多,你就明白了。 明白了,师父。 就是说一般年纪到了自天命的年龄,一下子突然走了,有可能是上天了,对吗? 哦,好的,谢谢师父开始。